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真的有很多的话想和战友们分享 尤其是最新一次老领导爆料里面讲到的另外几个方面还没有跟大家展开的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就要跟大家说 这首当其冲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关于香港 最新一次的1月19日郭文贵先生三分多钟的报平安当中 也是反复提到了香港 战友们 首先大家有没有去传播香港危机的真相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小五相信每一个香港年轻人的牺牲都绝对不是白白牺牲的 香港人的鲜血绝对不会白流 香港人是21世纪最伟大的地球人 一想到香港人的勇敢 香港人的不懈的抗争 小五的心里就充满了力量 这就督促着小五要更多的发声 要更多的去努力前行 因为香港人需要我们 所以亲爱的战友 千万不要问我 如何传播香港危机的真相 也不要同我说你身边的人有多么的不觉醒 或者他们以为香港的年轻人真的是暴徒了 或者他们觉得香港人活该遭受到这样的一个残暴的虐待 只要我们有心 我们就能够做出我们的贡献 让更多的人看到香港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香港的年轻人在为全世界做一个表率 那就是争取自由 民主 法治和自己的天赋人权 而这一切不是你用子弹 用枪炮 用镇压 可以抵挡得住的 对暴政说不 很难 香港人做到了 站起来有尊严 要坚持站着 而不跪下 很难 香港人也做到了 为什么台湾这次选举 蔡英文总统能够连任成功 能够以史无前例的高票数当选 这当中 我认为最大的功劳 就是香港 就是香港人 而现在已经坚持了半年多的香港人 需要我们 他们还在流血 他们还在牺牲 但是他们并没有一时一刻放弃抗争 最新一期的爱听不听当中 老领导有爆料 英文采用了 骆惠宁 这个新当选的中联办主任 中共对于香港人的分化瓦解 采取了新的 以经济问题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 中共妄图 用经济上的补偿和贿赂的方式 去收买更多的香港人 让香港的民众 一边倒似的支持中共 然后一边倒似的去反对年轻人的抗争 小五觉得 老领导的很多爆料的内容 我们是不能够说正确与否的 因为要用时间去论证 中共是不是真的这么想 然后去看 中共它是不是这么做 小五就不由得联想到 之前在微信上 我记得有看过一个视频 是一个香港富商 好像姓陈 他说 香港土地的开发率并不高 只有20%到30% 那么闲置的土地的控制权 都是掌握在所谓的香港新四大富豪的家族手中 也就是说 中共就想转嫁这个矛盾 给这些家族 中共想带着这个节奏 就是说香港人的贫穷 是因为这些大家族都控制了土地而导致的 这就结合老领导爆料说的 这个通过经济贿赂的方式 通过这种组屋的翻新的方式 来去分化瓦解香港的市民 这个就是转嫁矛盾 而转嫁矛盾 是中共解决问题的一个惯用的套路 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手中的一个法宝之一 所以这就给小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也就是说 中共是妄图用这些经济的手段 来解决现在香港的主要矛盾 而中共心目当中 香港人主要的这个矛盾 还是在于比较贫穷 住宅的面积很小的这么一些矛盾 战友们千万要记得 这并不是中共面对香港问题的软化 相反 中共要使用更加阴险 龌龊和肮脏的手段 来对付香港人 最后平息了这一切之后 一定是秋后算账 也就意味着 如果香港人真的 如中共所料的那样放弃了抗争 那么完蛋了 香港人的未来将暗无天日 郭文贵先生在最新的视频当中就说到了 中共这一次的贸易战的协议 想妄图用5000亿美元去收买美国 最后出卖香港 从以上可以得出 不管是他派骆惠宁这个新的中联办主任 想去解决香港问题 还是在美国的中美贸易战之上 也在聚焦香港问题 可见中共现在所有的矛盾聚焦的焦点 就是在香港 战友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 只有700多万人口 可以说是弹丸之地的香港 为什么如此重要 香港不仅仅对中共很重要 香港对美国 对西方世界同样重要 香港是毫无疑问 当之无愧的亚洲金融中心 同时也是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是出了名的自由的贸易港口 所有的钱 竟由香港来进行中转 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安全和可靠 香港 东方之珠 一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信用 就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 这也是中共 无论怎么折腾 搞上海做金融中心 搞深圳做金融中心 搞澳门做金融中心 都无法取代香港的核心位置 世界 只有一个香港 亲爱的战友们 上帝对香港充满了爱 小五坚信 上帝绝不会抛弃香港人 郭文贵先生很早就说过 香港的问题只有在中共倒台之后 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没有错 让我们加紧步伐 跟上郭文贵先生的节奏 灭掉中国共产党 Free Hong Kong 现在的我们 每一天都是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Hong Kong 香港人 Fight for Freedom 这就是今天的小五说 下期见